因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 将原定于9月6号举行的第7届立法会选举 推迟一年 一些国家对此表示关切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昨天的例行记得会上表示 因疫情等灾害而推迟选举 在世界上不乏先例 香港特区政府的决定 符合这一通行做法 合情 合理 合法 面对严峻疫情 香港特区政府决定 推迟第7届香港立法会选举 这是保护香港市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的正当之取 也是保障立法会选举安全 和公正公平的必要之取 我要强调的是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立法会选举 是中国的地方选举 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 都无权干预 也没有理由干预 有关联系的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